好 现在就假如说你知道6000个字 你猜一下我可能知道几个字 我是个本地人 而且我是算英语还算比较好的 你应该有个商案 我可以告诉你 平均像我这样一个本地人 可能知道5万到10万个字 对5万到10万个字 现在你可能就是意识到 如果你想变成像个本地人一样的 这种水平的 这其实是要一辈子在学习 明白 是这样 但是整个英文的语言里 一共有几个字 不太清楚 我可以告诉你 超过80万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我感觉我自己的词汇 已经算比较高的了 但是我连英文的8分之1的词 都不知道 所以照道理来讲 我如果每天读很多文章的时候 我连我是本地人 我也会经常喷到 我不了解的词 但事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因为虽然有80万个不同的词 但是大部分的词汇 是很偶而只会出现一次的 我们通常聊天用的词汇 其实是很窄的一套 这些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些 很高级的词 通常只有在非常专业的 那种文章里才会出现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随便一篇文章 是在讲一个比较科学的这种题目 像比如说在讲医学的话 你听不懂的那些词 很有可能也是我同样也听不懂的 第一次出现的 这个就是我说到最小的这一步了 虽然我一个词可能是第一次听到 这不是等于我不能明白它的意思 那我给你一个例子好吗 所以比如说我怎么写这个句子 你告诉我你能不能看的 I was feeling sick this morning So I visited my doctor He gave me some amoxicillin Now I feel much better 好 这个句子你看得懂吗 看得懂 好行 然后这中间肯定是有一个词 这个你应该是不熟悉的一个词 但是这个词影响了没有就是你的了解 没有影响 对 而且你能不能猜出它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纸腾片 对 类似纸腾片一样的东西 对 或至少就是一种药 对吗 对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这种技巧是叫inference 就是通过它周围的一些细节 你能猜出来一样东西 而且你会发现每天其实每一天你都会用这种技巧的 你连听中文的时候也经常用这些技巧 因为虽然你能猜出这是一个药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药 不是的 你只是有个大概的药的这种概念 对 然后你每天跟人家聊天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技巧 只有唯一一个区别就是你用中文的时候 你这个技巧就是怎么算 你用的时候不是特别累 人家跟你用中文聊天的时候 为什么你感觉容易了解 是因为它周围的细节 你用不着画很多功夫来去翻译它 对吗 所以你听的时候就会感觉更轻松一点 但是我写这个句的时候 我重新把周围的句子编得非常简单 这样你可以脑子只考虑这一个词 如果我只能一个词的话 没问题你能吸收它大概率 你这种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 像比如说我每次介绍一个新的人的话 就随便给你一个名字的话 这不是代表你认识这个人 你的脑子里就会大概有个概念好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就行了 所以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技巧 这是叫inference 好吧 所以我们这里做个笔记 gue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based on context 其实就是猜一样一个字的意思 对 像我说的 我现在我大概知道 就假如说我现在知道5万个字 这就是等于我每次读一个比较科技的文章的话 很正常的 通常在文章里可能有两三个字 我是第一次见到 但是虽然我是没见到这些字 我应该我剩下来的字都认识的 所以我大概能猜得出来这些字的意思是什么 对 所以这个通常不会影响我的了解 你现在就是想达到这个目标 当然在你的这个情况肯定是稍微难一点 你对比来讲 我可能是一个文章里有两三个字 不论是你很有可能 一个文章里有十几个字 还可以十几个字也不算太严重 red lorry yellow lorry 适合大框 对 合则 全盘 好的 看 全 rempl 没见过 印诽